澳海富士康旗下 专攻精密模具的C次集团 传出要大家心了 表现好的员工 最高的条幅可来到50% 我不知道 台湾员工不知情 但富士康员工在网路上 讨论得沸沸扬扬 甚至有人分享二级模式 目前底薪4700元人民币 若今年绩效拿假等 可能涨到6400元 换算台币约涨7700块 我们没有付他加班费 但到了过年 我们会有计较考核 他拿的奖金比加班费还要多 最快9月7日就会生效 渴望成为鸿海加薪手提 而背后推手就是副总裁许木基 因为C次集团在机器人 和光学镜头模组 研发量产皆并重 核心产品更包含苹果电脑和iPhone 董事长郭台铭要凭自动化 自然得先论功欣赏 这几年这样他经济发展如此快速 他其实大陆的调薪的幅度 其实都比台湾来高 都是几乎都快要达到双位数的成长 加薪流财的还有台湾金融业 台庆今年将调3% 新进员工调幅更高 可来到3.5% 大约2100名员工可加薪1到2000元 像金融保新业这部分 因为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智慧化的产业 所以他对员工这部分 待遇相对比较好 强人大战各产业都打出高薪流财 稳住竞争力 东森财经新闻最后报道